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現身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計算上集的題目 是112歲老中醫的臨中癒症 我們上次說了25點 今天會開始說大約26點 26點怎麼說呢? 是,凡人欲求長壽 應先除病 欲求除病 當明用氣 欲明用氣 當先養性 養性之法 當先調心 說來說去都關心事 沒錯 就是German You Medicine所說 大部份病都是從心裡開始 所以調理心是很重要的 調理方法當然很多 在德國的新醫學中 他經常在治療過程中 醫生會問病人追溯他 當然,在德國新醫學中 他會知道不同的病 其實背後有不同的心結 譬如有些病 例如肺病 可能是身體的 求生育 或者有些經濟損害 有些疾病 和夫妻的不和 像苹芸一般 像苹芸一般 其实是很有趣的 但是这位德国医生 可以这么说 把病的心因开始 已经拆解了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说来说是由心窝 很合适的 在我们的病人里面 有很多人的心境、性情、性格 令到他有特别多病 也有些人就是 平时生活习惯很差 喝酒吃烟 但他很乐天的 很开心的 反而他又不是很多病 你看看他平时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你看到他和他人的性格是很大关系的 好 第27点 27 人受五行之气而自生 故欲生以气为主 气规则病、气质则病 欲自其病、仙自其气 OK 行 好 继续 28 气以行血 血以补气 二二一也 凡人九事则伤血 九恶伤气 九错伤欲 九立伤骨 九痕伤筋 七情六欲之 过则伤缘气 伤心神 上火旺 真阳选 是的 这个体道 其实这个解释也是 什么都好 过分就不行了 对吧 就是 走过分、吃过分 睡得太多、坐得太多 都是不对的 就是所谓叫做 适当的调节 中庸之道 适当的调节 好 第29点说 自五状之病 莫先于补气 身有 极燕 补气在蜜动心 心动则干黄 各蜜震惊 真水耗损 心为散主人风 风动则火旺 火旺则水干 水干则地损 又是关心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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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 那个根源 都是一度带一度 一度带一度 最终就是 心平气和 何谓心平气和 其实很多时候 是关乎一个人的 某程度上的性格 但是性格 都是他很多思想行为 演化出来的 说真的来说 人生的做人态度 人生观 心境 这个是真正正的 处理病 真真正正的根源 都在这里 大家都 除了我们 德国医学科学 这个比较从70年代开始 到80年代 这个学术提出 我最近去到加拿大 我亦上了他的课程 其实有半年 不同的 但我之前 大家都听过 Louis Hay 很多人 是我们 新纪元的医疗 很多人都很强调 都了解到 心境 但问题 现在 German New Medicine 和以前 一些不同 就是这位 德国的西医 肿瘤科医生 内科的 专科医生 他将一个很实在的方法 是可以说出 哪一种病的根源在哪里 他实际可以用你的脑掃描 看到病的胃 这个跟以前 以前有些说的很虚妙 但现在 German New Medicine 是比较很实在 很确实的 所以他称文 他的治疗 用这个方法的治疗癌症 差不多有80%的成功率 所以这件事 是不可以疏忽 不可以忽视 所以我自己都很有兴趣 去再深处学习多些 好了 第30条 怎么说呢 第30条 心定神一 受治者 信肩心 尊 两心相合 可以统治百病 无不神效 即是说 信心也很重要 是的 你相信医生 始终都是事半功倍的 虽然在我们的医疗 很可惜 大部分人对我用的治疗 动力疗法不太懂 治疗医疗也不太知道 你也是因为走投无路 但是幸好 在我们的医疗里面 不是靠信心 不是靠我们所谓心理的因素 我这个同胃疗法的疗剂 真是破解你就帮你破解 当然 你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看到 我看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很多病人来到你那里 譬如是有一种不自知症 或者很难处理的癌症 有很多医生通常都鼓励他 即是说他 可以了 你去做了 你可以治好你的了 其实某个程度上 你也是希望 给一个病人的信心 但是我也知道 有一个医生 因为他之前 说得这么有把炮 其实他是某个程度上 也希望给更多信心 那个病人 结果病人过世了 结果病人去告他 即是说 因为你说得这么好 搞得我们 就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安排 现在我的老公死了 这样 你就会反而反告这个医生 所以这个是很难 我怎么处理呢 医生希望 是用一个信心的方面 帮助那个康部 但是如果不同 有些病人这样说 其实可能都是五成机会 可能十成机会 你也是扮你身后事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大家要了解到 如何都好 你接受医疗 最重要是对自己的心 自己的身体有信心 自己的免疫能力有信心 在美国 曾经有位心理学的医生 他教病人想象自己的免疫细胞 如何去杀索这些困难的细胞 那么发现 病人如果加上想象的克服疾病 其实他的康复机会有高一点 所以始终对自己的身体的信心 是很重要的 好 第31 人病可以分两种 一种就是经乐基本畅通 但气不足 表现是经常 这儿痛那儿痛 这些是因为他气不足 以气化食物 而产生的伤火 亦叫做虚火 除了经乐 经乐在体内乱穿 对 那又几通 即是那儿痛 走开那儿 对 遇到一个地方 就 堵塞了 堵塞了 这个地方就痛了 这样的人 吃一些药 就会立即见效 二 就是经乐不通 气 就是无处存在身内 表现在外表 看不出来有什么毛病 但一旦发现就是大病 而且这种人经常吃药 都是见效很慢的 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很有趣 有两类的 有两类的 两种的病 一个就是 经乐足够的 气不足够 那就补一下气 但做一种 连经乐本身都有问题 那调理方面 就确定难 好了 主法为之机 是吗 箭在缓上 要发出去了 那一定要 发动这个机制 那其他任何事 都是这样的 都是一个机 只要触动这个机 事情才会发生的 不触动这个机 其他条件再多 都没办法引发事件 那机就是一个这样的 一样东西 其他的事情发生的最关键因素 那在这一点 不是面 不是面 是可以触动这一点的 就能够带动面 那所以病机就是 那个疾病的发生 发展 变化的最关键的因素 病机就是 我英文叫做mechanism 就是他那个发生 发展变化的 那也都可以说 就病机一开 人的病状 就会显现出来的了 那人一进入了病的 恶性循环当中 和病机相对的 就是生机 那生机一开 人就会进入了健康 这个良性的循环当中 那实际上的病机和生机 是一个东面 东西的两个方向 是一对阴阳 病机开了 生机就关 生机开了 病机就自然开始关闭 这就是所谓的辨证法 有点复杂 哈哈哈哈 那就是 在中医里面 就经常都很 很讲究病机 就是如何开始 阴阳 虚实 这种辨证 由它辨证 就慢慢推断 你会怎样 如果你明白了之后 你就可以开动 生机 这个是中医的哲学 其实是辨证狮子的 一个观点 一个手法 咦? 这次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我们说到第32点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养生 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心 所以 就养生而言 下是养生 中是养气 上是养心 看一个人 亦都是一样 对上不如燃气 燃气不如 观参 对 也就是养心 就是养生的最高境界 好 第三十三 心神不安 情性躁急 为致病致死的总因 故安心法 为衛生 第一个要诀 第一个要诀 心可以主动一切 心定则气和 气和则血肠 血顺 血顺则蒸足而神王 精足神王者 内部抵抗力强 病致随矣 故致病 当以涉心为主 又讲心了 是的 这个是个根源 真的很重要 我们也讲 German You Medicine 讲那个 是的 就是讲心 心 不是讲心臟的心 是心情 是心境 是心 第三十四 风寒 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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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塞 在在阶可使人致病 万一抵抗力薄弱 即可承虚移入 新药这多病 则是此理 夫人有保卫力 如衣食住等等 负人有抵抗力 如气触神旺 无恐后蜜 不以侵入等等 富人多食肥金 相胃相似 负人多饿 所食不习 故无常病 富人多日 故多气老 负人多劳 故小疾病 富人不造福 而享福 只是消福 消尽则穷 穷人能 勤劍即是造福 果肃即负 凡衣食住之保卫力富 负精气神之抵抗力药 保卫力药 负抵抗力强 都很有道理 是的 很多时候 你看到很多健康的人 是一些很落后的地方的人 反而健康是很好的 现在这些是夫人病很多 财多身子药 财多身子药 还是财多身子药 是的 好了 继续吧 35大病初月 切记理髮洗足目浴 其实中国人也有说 当时的胃气是弱了 保护的气场弱了 有时候你去洗澡洗头发 都是不好的 其实某程度上你都可以感觉到 当你病的时候 你只是想休息 你不会想去洗澡 但是有时候我们都会讲的 如果你真的用木浴的治疗法 其实都可以 洗足法都可以 但是你记住 水温一定要和暖 够暖 比如有时候我们会用那些 射盐 浸浴 通常都是身体不要太多病的时候 这个说大病初遇的时候 其实简直来说 不要濕寒 不要濕寒 就是冻寒的身体 36了 36顾求长寿无病 常强欲身 欲强欲身 当调伏精气神 欲调精气神 当他绝 妖乱之财 欲到此财 当先涉心 欲求涉心 当化贪真 痴三毒 欲化随此三毒 必学心界 但空口言界 无益于事 必求开胃 方不为所语 欲求开胃 必定求定 必先求定 欲求得定 必学散步 要学散步 大家都知道 强身养身之道 最好的运动 都是散步 原来这么简单 好 37 37 能静則人,有人則仇,有仇是真幸福 嗯,静、仁 這個仁,我想是仁慈的人 仁慈的人會有仇,仇是幸福 38 怎麼說呢? 38 一切修身修心,法沒只有兩字缺 38 若放下,若回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8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38 只要一放下,一回頭,病者遁穴,迷者遁覺 38 似真無良壽者 嗯,OK 即是,放下,回頭 即是你覺得自己的路 即是你覺得你執著,導致很多問題 我們英文叫做let go 38 經常都看到這樣的教訓 即是放下屠刀,放下屠刀,別再執著了 有很多事情,你走一條路,走錯了 唉,即是放下,回頭是岸 即是不要繼續碰下去了 即是很多時候,我們選擇一條路 結果發現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當然,有些人會堅持希望克服了它 但其實有很多時候,這條路是錯誤的 其實真正就是回頭了 不要再堅持做一個錯誤的選擇 譬如,在我們的醫療裏面 很多病人都是,不如在做化療 不是,初初就聽過醫生說做化療 但做一下,發現身體的那種變化 那種不適、不安 他知道他做不下去了 他很快做兩、三下 那個副作用強度 他自己心裡有數 他會立即放下,不做 這個就是回頭了 有些時候,有些人會問我 我心裡只是打針,疫苗打針 反正現在打了二十多次 心裡也兩、三歲 接受了這些毒針 有些時候,我打開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這也解釋給他聽 回頭了,不要再繼續做下去 既然你自己的身體也告訴你 即是你聽你自己的身體說 如果你接受這些化療 令你身體很傷殘 即是不要再繼續回頭自我 三十九了 三十九 心過路的人,心疲乾旺 心過路,就是心太悶,太虛 心悶,則不立乾生之火 心不立乾生之火 則乾氣,必… 必罪,必即而勝 即而勝 乾木黑土,皮胃受病 消化不良,營養不足 夜眠不安 土又黑水 於是神水大規 大規水不足則火更黃 心神相亂 心氣更弱 肺病即成 內部相互關聯 一動全動 一病全病 而妖知者仍在妄心 所以治病 在安其心 安心在適妄 適妄在明心 明心則自覺 而健康的功效在乎散步 OK,好了,第四十了 第四十 散步是適心法 心悉即神安 神安則氣足 氣足則血黃 血氣流通 則有病可以去病 不足可以補充 而足可以增長 現在病可去 未來病可防 此其小者也 又心悉則神明 神明則 機靈 靜者心多妙 觀機辨證 格外敏捷 見理記證 了事益 遠 遇亂不經 見景不惑 能一切通過 自無主觀 偏執之弊 而大機大用 由此開啟矣 嗯,OK 大家都可以 即是 居然心靜 你那個 觀察 辯證觀察 是會正確很多 其實在我自己的 工作方面 有時候你知道 我們 病人一多起來 有時候遇到一些特別困難的病人 我們有時候也要很急 要花時間 或者解不通 我通常遇到自己的心 覺得自己的心好像亂了 是看不準 我通常就會安排病人 下一次再繼續 因為我知道 如果在一個很倉促的環境之下 幫他 去聽他的辯證 拿他的案件 其實很可能 效果很一般 所以我們工作上 有時都遇到這件事 一定要保持心靈 一個寧靜的心境去看 這個不容易 當然也要視乎當時工作的情況環境 但我有時遇到這件事 我都知道 我無心 再繼續 聽下去 我一定要休息 令我安排一些簡單的事 好 再繼續 41 41 41 人在心病的時候 最忌 最忌慧 慧 是真心喜 慧 就是生氣 到忌心 就是這些 這個時候 一定要安然順手 讓心安頂 然後慢慢去調理 健康很快就會恢復 心安才能氣順 氣順才能除病 否則心急火傷 肝氣受損 加重病情 心神 那是零一 那混身的血氣 自可 健全發揮 其實重複重複 都是說到那個 所以我們說 最近我們所說的 德國的新醫療 其實是說這件事 好 還有兩件事 繼續 是 心有兩種 原來 一是真心 一是妄心 真心是水 妄心是波 波音風動 風自波色 而水不動 直言無念 是無心心也 另一是心 有點難去解讀 心是真心 真心是水 當然水要淨 是不是 如果波音風動 有風就會吹動水 如果水不動 是無念 心平氣淨 意思 也就是讲个深个对我们健康的重要性 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3W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欢迎回来续网台的 自然疗法与你 介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112岁老中医的臨中跨症 那我们刚才说到现在 是说到42点的 是的 紫时失眠 神水必规 心神相连 水规则火旺 最容易相神 是的 那紫时其实是讲哪个时辰 紫时是不是讲11至1 是的 即是半夜11点到1点 即是睡觉的时间很重要 如果是那段时间睡得不好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即是神水不够 火就黄 火就相神 很有道理 好了 第42点呢 43 43 碎时如有思想 不能安着 切勿在寸上 转则思内 此最好神 那这个我们在一般失眠的问题 都知道的了 即是如果你是中间睡醒了的时候 睡不到 很多人会看电视 我知道很多时候 就是用电视的 但是如果发觉 如果那时候你再用电视 其实电视刺激你脑的 那个cortex 那个外层 那个表层 是会令到你更加睡得不好 所以到时那时候 其实通常就不要在床上 转转反质 索性起床 即是你现在要做一些需要做的事 不会太伤神的事 那这个就最好了 即是尽量是保持 在床上 只是做做睡觉 OK 或者做爱 但是不是呢 就让你在上面 就在这里 然后看书呀 做工作呀 看电视呀 其实是不好的 那尤其是在房间里面 最好就没有电视机 房间里面 床头附近 最好就不要有很多电器那些东西 因为电池传播 其实是影响我们的 那我们有一种的简单的 测电池传播的仪器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 用这个仪器呢 就看一下你平时 经常逗留的地方 例如你的书桌啦 或者你那张床附近啦 测测 看看会不会有很多 那些很强的电池传播在里面 如果有的时候呢 你就要避 双白不避 那其实最重要 就很多的电器那些 那些用品呢 就不要在床附近 那 譬如你这个钟 最好就用一些 很简单的那些钟 那就不要用那些呢 就是那些 Digital 就是这类的那样 有电话那些那样 那其实是 会干扰我们的睡眠的质素的 好了 那说到午时是什么呢 是心经 心经是 大概是 午间11点钟到1点钟的 是 那 这个时候呢 有些人就会 其实是吃饭的时间来的 那有些人会吃了 吃饭的时候 就会瞎瞎瞎这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时间 比如你12点钟吃饭 吃完之后呢 小睡菇 猛 Didn't focus 五更少睡 其实是一个 养生的习惯 当然 不需要太长 就算半个钟头 其实都很足够的 那 有很多人 有这种 这样的 五睡的习惯 是 相当 就不下 对身体 好的 好 45点 说了 早起 如在 此时 3点 至5点 此时 切记 动 劳 不言必算 闭相干 漫忘着矣 早晨如在子丑人某人事 人事应该是三至五点 指示寄屈露 不言必会松 有很多是这样的 早上早醒 有很多时候都说我三点几钟就醒了 记住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醒到很生气 醒到有去 起床 行下 或者去其他地方坐下 就不要在床上发生 46 人生一切事业 加以精神为根本 而精神之衰旺强弱 全是心神之静定不暖 一个暖字足以防外一切工作 这个大家都很明白 不要乱了阵脚 把旗不定 定点来 47 人生以血气流通为主 气制可以阻血 血阻可以结毒 为 瘡 为 不先由气制 气动于内 气 肝先受伤 挽救之法 再化除得缺 而化除要缺有二 第一 沉其根 其根在心 心胸则一切自化 第二 以药石按摩助其化除 帮助血气之流通 对 大家都听到 心胸则是第一 第二 可以用工具 用药物 草药 按摩等 帮助血气的通讯 好 每天做按摩 其实很好 我认识香港有位 我相信她的名字 也认识她 原来她每天都 在这一截楼 有可能做按摩 哇 真是叹 其实很重要 好 48 48 养病自病 不可求促 因急性助火 火旺损气 反而不美 令不可贪多 贪則无行而性急 放百病由贪而起 不可再贪以重增 病苦也 是的 OK 大家都很简单 不能急 很多时候 不要以为 做多些 就会快些 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医疗 尤其是 我们采用同类疗法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用一个疗剂 例如用它几天 或者用它一个星期 然后再观察多一个星期 有些人就以为 不如有一下疗剂 我便吃多一点 吃重一点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身体治疗 是要清除身体自己的能力 有时是欲速不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大家都想快 医生都想的 如果真的可以做得到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我们说 绝对是我们控制得了 就是要有耐性 还有在我们的治疗 康复过程 永远都要高高低低 有些人就 当然 你初初有进展 很开心 然后可能会退一退 或者呆滞了 有些人可能 即时就没有耐性 又去找其他医生 这种情况之下 是很难会真正好得回的 即是欲速不达 还有养病 记住 康复的过程 是有高高低低 有psychical change 好了 第四十九 四十九 心熟火 肾熟水 心肾相连 火而降下 水而上升 水火相济 则蒸气来发 各部机体运动可求得健康 此害于蝎上擦脂 蝎无水则不活 故活至以三点水加蝎子 蝎上可以报告内部各种病状深浅 以断生死 好了 即是他讲到蝎疹 你可以看到 十米仔 untuk蝎 你看去等一下 설� 很溼涼涼涼涼涼她 颜色就是浅紅色 黑胶 白胎 疫苗 当一个人 至年纪大 还是癌症的区别 你再看他的蝎探 又麻达 又乾 又很多皱纹 这个解释了 这会是 由蝎探 是很滋滋滋滋潤的 颜色都是浅红色 有些少的白胎 当一个人到年纪大或者是癌症的尾期 你再看他的舌头是变得又黑又干 有很多皱纹 这个解释了 由舌头那里可以看到身体各种疾病疾的深浅 第五十 大病自救法 一不要怕死 缺信我借个病 非但可以养好 并且身体可以格外健康 保证长手 因为自己机体中本有特具的能力 不是空然的安慰 二相信不用医药 或靠任何营养食品 一定有自己随病而年的描发 三从今天起 我决定不许再 许打扰我那病体 不许想着我那病是如何病的 好坏都不许去计较他 只做个无事人 四 再者修理其来 不许想念工作 也不许悔痕丧失了时间和工作 尊心一致 否则又迟不了 好了 即是自救法 记得不要怕 因为深信自己有治愈的能力 很多时候也不需要太依赖药物 或者其他的营养素 因为我们身体自己有一个随病而然的方法 也都不要太过计较 也都不要担心 总之给时间是自己维修 不要只顾着工作 顾着其他东西 心软软 这样 这就是一个 简单来说 就是休息 不要再想其他繁杂的事情 让身体相信自己身体的能力 因为始终 如果你经历了这个大病的过程 你的身体是会更加健康的 可以说是保证长寿的 经过养好了之后 这个是真的 不是在这里安慰你 这样的说两句给你听 第五十一 五十一 性养法 安坐或者饿在床上 把身心一起放下 自己混身如融化 不许用一毫气力 好在没有借个身子磁滴 呼吸顺其自然 心也不许他用一点力 一起念便是用力了 把心安在脚底板下 此事引火向下 引水向上 自然全身气血唱顺 好的 叫做静氧化 睡在床上 把身体完全放松 不需要用力 把心心放下 脚底下 可以将引火下痕 水向上升 自然的身体会唱顺 很多冥想 很多都是这样的 躺平 自己消除雜念 使用意念 可以看到身体的唱顺 气息的呼吸 这些都是我们在自然医疗界 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很简单 是的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 自然了发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112岁老中医的临终愧贊 我们刚才说到第52点 52点 修行要缺 直照照 直切 记用力 具体要求 不许任何部分用一点气力 包括意念 呼吸 肢体 做到眼不观 耳不闻 鼻不臭 舌不觉 喉不立 心不想 此事唯一条件 若有所思所闻所觉 即使用气力 甚至乎使鼻子是用气力 呼吸少粗 即使用气力 不久那呼吸自然而平 此乎不由口 被内出纳 而混身 百方四千无孔 中有尿动作或将 此事无我无身 不然 心 心归本位 天然 心归本位 所谓 引火归原 又名 水火 技制 为治疗百病之总缺 我想大家都想到 要缺 就是熟招 招熟 切记 用力 身体任何一部分 放松 全部放松 呼吸都不需要 很深呼吸 前天会觉得自己身体的毛孔 自己有动作 自己移动 这就是我们的自病 可以这么说 彻底的休息 不单身体休息 脑袋休息 心境也要休息 这就是修行的要求 很多人打错都是这样 做到这个境界 第五十三 为了养生而死的 占十分之三 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是因为太爱色子的身体 为了这副臭皮囊 怕瘦肉 怕吃亏 怕上当 尖前顾后 左 顾右盼 担惊愁怕 患得患失 这样 那颗心整天都会缩成合图 好像被狗反覆咬过 那怎么可能不死呢 越怕死越死得快 你是要养生 就不可以怕死 只有不怕死 才可以远离死 很多时候就太过紧张 很多人在这太过紧张 小小事 身体作出一个异常的反应 当然他说到就是要不怕死 当然很多人都会担心 哎呀死了 医生一说他有癌症 那整个身体就丢了 其实这个就是这样 很多人能克服到癌症 或者一个严重的疾病 通常都是到某个阶段 他接受了他 变成放松重庸 那他才能够做到这个境界 是 那怎么知道怕死 或者不怕死 其实有时候有些人想通 你会在这个世上 你所要做的事 你觉得是否都是 你已经做到呢 经历过呢 或者你觉得 起码你这个人生的路程 你的责任已经结束了 其实没有人都一定有一个日子 所以如果你能够这种 带着这种心态 当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 你只要这么想 我在这个地球 这个阶段 其实这条路刚刚走完了 其实有第二条路 在第二个境界 好了继续 他还没完 真正不怕死的人 走路不会遇老虎 就算遇到老虎 亦都不会吃它 打仗 遇不上刀枪 就是遇上刀枪都不会伤到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当死是一回事 不怕死 死了又没法了 养生 并不是收到的目的 但是收到的人 已经看透生死 所以不怕死 既然已经不再怕死 死就不再是问题 生死这一关过去 还有什么过不了呢 因此收到的人 能够长生 没有想到长生 但反而会长生 一心想着长生 反而就死得快 长生不是收到的目的 只是收到负大的现象 好了 很多人收到 想着收 即是连先探 长生不老 原来就错了 它是一个 不是你的目的 而是你一个负大 即是你收到 你负大了 就会长寿 就不是说你收到的 本身的目的 好 五十四 五十四 人有病 人还不以为有病 这就是人的最大的病 知道自己有病的人有多少呢? OK 人有病 人还不以为有病 但是 如果我们知道病 只不过我们身体的 维修机制 所以也不用去抗拒 我叫做denial 即是否定 有些人经常说 没事的 我常常没有这个问题 有时我遇到好些病人 他说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病 我以前也没有的 当然很难 这个逻辑很怪 你以前没有 不是代表现在会没有 Anyway 就是要了解 我们要接受病 病只不过是维修的机制 好 五十五 五十五 天天三更半夜 还在网上的人 本身就是养生的大忌 包括一身名医 亦都是这样 还有 他们的心量 亦都是根根计较 试问 这样的人自己都保不住 如何去医人呢? 我相信是半夜上网 那些人是很多的 包括所谓的名医 我相信大家都未必知道这个资料 我自己也是 看多些资料 我自己当初都不相信 那些资料是光医港医生的平均寿命 当时是一个美国的资料 原来美国的西医平均寿命 五十八岁 你都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我现在到时 今天 很明显的资料 是医学杂志里面的 灯过出来的 在另外一本杂志里 看到这个数据 我自己都想不到 好了 五十六 别贪那个小便宜 大便宜 亦都不要贪 一个贪字 含着 贪患得患失 会导致人得心脏病 贪患得患失 事不懂道法自然的表现 很明显 贪是一个问题 有便有 来便来 不来亦都不需要强求 好 五十七 五十七 不要天天想着吃什么补阴 吃什么壮阳 记住了运动就可以生阳 散步就可以生阴 阴为阳之母 阳为阴之勇 好 不需要太执着 吃那么多的补阴 贴阴补阴 其实简单的运动 就可以了 做到这个效果 而简单运动就是散步 好处香港 其实香港是很多人有这个习惯 因为香港 人们住在虽乐大城市 但离开一个散步的环境 是很多的 就是好像在香港那样 譬如你住在北角 就算是铜锣湾 很多时候你可以上去山 是很容易去得到的 住在跑马地 有个保温道 所以是很容易去得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 可能也解释 香港人的长寿原因 香港也因为有四面 有很多海滩 很多人喜欢游泳 一早晨温 晨游 有些似乎 老人家 到冬天都一样去游泳 好 那么58 58 人在气不足的时候 不能盲目补起 否则会影响身体健康 如果因为血不足 就需要先补血 因为血为气之无 否则就成了 肝消气鸣 把内脏烧坏 如果是因为 乳制不通 就可以增加气血 血气同保 这样才可以 产生保气作用 OK 即是要了解 保气的时候 不只是保气 如果你没有血 因为血是气之无 你没有血 根本是不能推气的 那两方面都要处理得到 第59 59 环境对人养生的重要性 是不言而遇的 为什么空气清新的深山老林里面 会把病医好的道理呢 因为深山老林中的精微物质 即负利子 会通过人放松的情况下 深呼吸把他们吸入到体内的 去支援 人育五臟六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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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可以重新换发活力 还有重要的一点 不是很多人知道 就是人的身体 每个汗无孔都可以呼吸 而且正是他们吸取天地精华 大家有没有记得 很久之前有 James Bond 高兵的 他就将一个人 用了金漆 全部涂了全身 那人就会窒息而死 其实我们人的皮肤 其实是一个器官来的 它是一个吸收呼吸器官来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强调 如果有些人有皮肤问题 他很喜欢塗很多护肤品 润滑剂 我们建议通常 如果你要用这种工具 最好用护肤品 是可以进口的 譬如用精华油 椰子油 橄榄油 这些最简单的 因为人的毛孔 是一个呼吸的毛孔 我们一直是吸收的 是一个吸收的器官之一 那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有各位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会请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r.com 那我们下集会继续 谢谢袁医生 好 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